据美国合众国际社英国每日邮报报道 当地时间2月22日 美国一架小型飞机在阿肯色州的机场坠毁 机上5人全部遇难 这架飞机原计划飞往俄亥俄州 机上5人均为环境顾问 警方说这架飞机坠毁时正在飞离小市城克林顿国家机场 坠毁地点居机场1.6公里 飞机计划飞往俄亥俄州哥伦布时 以应对当地金属制造厂发生的爆炸事故 飞机上每个人包括飞行员在内 都在独理学和环境健康部门工作 目击者说 飞机坠毁后发生了爆炸并起火 现场冒出黑烟 阿肯色州气象人员帕特沃克说 飞机坠毁时 机场周围出现了强烈的阵风 美国国家气象局表示 一连串雷暴正侵袭事故发生地区 风速达到每小时64公里 警方表示 他们正在调查是否是天气导致了事故的发生 快来订阅通识 按旁边小铃铛 给我们点赞和分享哦 如果有什么想说的 也欢迎在下面多多留言呀